文化文化 其實我覺得所謂的維園阿伯是很特別的一個群體 我自己觀察了兩三年 有些人可能會擔心 伯伯會不會很難搞、很吵 我認識的伯伯其實是很可愛、很乖的 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惡劣 我反而有時覺得他們有很多過往的經歷 可能是令到他們有這樣的想法不出奇 但是在一個論壇上你就有機會去聽別人的想法 回應別人的想法、防守自己的想法 我經常覺得在這些來來、會不會之間 其實大家都會調整自己的立場 我不相信有些人是死板一塊 我是這樣就這樣,你說什麼我都不聽 我不相信一個理性的人是這樣 當然你在一個電視的討論裡面 一個所謂的debate裡面 可能立場很堅定 你才有一個所謂的火花 但我有時覺得其實 結束了論壇之後 我相信大家回到去都會反思 其實自己的立場有沒有問題 或者對方有沒有道理 很多時候可能我們電視看不到這些東西 我在北京 我看到我很喜歡那種 很有歷史感、很有人民氣息 但你也看到最核心的權力 最被欺壓的人 最壞的又、最好的又 所以你問我我就會很矛盾 他是否一個很差的政權 我不敢這樣說 當然他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在中間就會覺得 他有最好的地方 有最差的地方 是一個很極端的地方 其實很多時候 最後你就要問自己 你覺得哪一件重要些 發展重要些 你覺得要養活13億人重要些 還是個體的權益是重要些 還是怎樣 讓你選擇吧 你覺得做發展局局長 可以保留到皇后碼頭的機會大 還是把自己拿鎖鏈綁在皇后碼頭的石柱 而可以保留到皇后碼頭的機會大 我不是說所有行動都是無用的 但你就會發覺其實 你沒有任何一邊都不行 為什麼朱凱迪 十年前要把自己綁在皇后碼頭 他今天要選立法會 他一定是覺得立法會做到的事情 可能多於今時今日 再把自己綁在碼頭的柱柱上面 如果他覺得不是這樣 他應該繼續把自己綁在柱柱上面 我相信他都覺得 其實選做立法會議員 可能那個力量可以影響的事情更加多 如果當你完全否定所有institution 不管是立法會也好政府也好 你完全不相信這套 立法會沒有用的了 政黨沒有用的了 你只是只有街頭 社會運動 你就欠缺了另一邊 所以我覺得是兩面都需要